它会变得更好吃 惨不惨 来 粉丝们吃一口 嘴巴里面爆开的感觉 太爽了 哈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瘦瘦发胆的人就是我 今天我们去吃龙岩的一家海鲜自助 148位四个大胖子 每个200斤 给老板上一个 走 看看菜品去 已经到了 这一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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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看了一圈这边的食材 在这边中午的价格是128 晚上价格是148 你看我看到了什么 大胖最爱的生蚝 哇 超大个的生蚝 他这个生蚝是达到次生级别的 就可以直接吃那种看到没 生吃一个给你们看一下啊 卤山生蚝 配上我这个浓浓的小料汁 挑战一个啊 我一般不吃生的这个我来试一个 因为这个太肥美了 没有一点腥味吃起来太爽了 其他的就给他下锅煮了啊 我还去拿了很多熟食 比如说他们家的那个哎 五香条 好 在龙岩也能吃到闽南特色 五香条 这个应该是脆骨啊 脆脆的 好好吃 这个是排骨啊 这个是排骨 也是有嫩骨的啊 牛仔骨 牛仔骨好嫩啊 还有这个饺子啊 真饺 拿了这几个熟食都是大胖比较爱吃的 不知道你爱不爱吃 给你看一下他们家的汤 人生鸡汤真的 每一个里面都有真的生 看到没 特别补 人生的味道满满 我这田鸡是麻辣味的 这时候这个148油脂 它觉得超纯的 那那些海鲜 又是活的又是那种螃蟹 那好像红的 不知道它站着怎么样 看见好像挺贵的样子 这140块感觉再是高辣油脂就没了 这个虾 它这个汁味好嫩啊 口水鸡啊 它这个鸡肉很嫩啊 对啊 非常嫩 我拿这个烤水鸡肉 哇真的好吃 我也可以做 但是说实话 八千种不耐用那个味道 我要去拿两份汤啊 他这边单独汤品都有四种 哇 这个是鸭肉汤 用的是我们家的老家的药材去炖的 我去回龙岩真的爽了 这汤品能够吃到贼爽那种 这个是排骨汤啊 哇 他这个鸭肉汤里面用料也是非常足的 看到没 哦 哇 好鲜甜啊 嗯 他这个炖罐瓶里面的鸭肉已经焖的 炖的非常的烂乎了 嗯 入口入化 说实话龙岩有这样的住餐 我感到很欣慰你知道吧 毕竟是自己老家 你看这个生蚝 哇 这么大个 这个生蚝是不信念的啊 你看 各顶各的大 我去 真的 能不诱人吗 太美了 嗯 嗯 哇 哇 这生蚝我要再吃点啊 太爽了 哇 看到没这个大生蚝我去拿了一盘哈 还拿了点这个毛蟹 哎呦都是鲜活的 下锅了 我们来尝一下另外一个汤品哈 死感染护腥肉汤 哇 你看这个肉 哈哈 嗯 下面还有这个黄豆 嗯 这个酱料 多一点点 哇 哇 嗯 嗯 这都是提高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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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生蚝做法就不一样 奶香奶香的 而且还很脆 嗯 哇 嗯 倍儿香 啊 我给你吃那个吃瘦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又颠近我家的炒了 哎那个螃蟹挺肥啊 不能吃的 哦 非常的滑 像这种螃蟹吃的就是一种味道 一种它的黄啊 嗯 嗯 海蟹狼吃的是鲜 嗯 海蟹狼吃的是鲜 嗯 特别里面那个精特别的小 嗯 哎 这个冰箱我家的炒了 啊 哈哈 哈哈 嗯 应该是稻田里边吧 哈哈哈哈 啊 这黄还是可以的啊 嗯 哇 非常的西洋你知道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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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酱也就炸了 哇 这个酱拿半半什么的 随便吃啊 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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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生蚝也给他下了哈 哇 这个生蚝哈 我记得我在湛江吃过一次也是这么大的我的天哪 那下锅煮了哈 哇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熟的 哇 我感觉哈 来这边吃吃住 只要吃这个就已经回本能了吧 真的 看这个生蚝全部煮好了哈 各顶各的大呀 我的天哪 比我嘴巴还大我去 给他淋上一层 满满的酱汁哈 他会变得更好吃 哇 慘不慘啊 来 粉丝们吃一口 哇 哇 嘴巴里面煮开的感觉 你看 太爽了 哇 太爽了真的 我感觉这样吃法真的 你烤的还好吃 还香 哇 这是响臭啊 真好吃 还有这个肥羊卷啊 下一个 肥羊煮熟了啊 继续淋上我们的汤汁啊 万能酱料啊 这里面加了很多醋啊 特别好吃 嗯 哇 嗯 哇 太爽了 哈哈 好了朋友们 那这期视频给你拍到这里了哈 喜欢大方视频的记得留言观众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哈哈 还没什么 有点 这 是 现在